第一個,這個菱形長得像這樣子 那怎麼做?基本上就跟剛剛那個光芒一樣 先做一個,其他用複製的比較好 總共會有複製,總共有四個 那我們第一個怎麼?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檔案大小的話,名稱的話你隨便取一個 不取沒關係,那寬度跟高度都28 題目是要我們做28、28的一個像處的一個按確定 一個類似像這個大小,把它Ctrl加好了 可是它是正方形的嘛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先把它填滿顏色 填滿什麼顏色? 題目裡面有要求,就是說28x28 然後237、28、36 所以這邊的話填入要的顏色 這邊有一個叫顏色 那填入237、28、36按確定 其實就很接近紅色 那你就把這個怎麼樣 按右鍵 複製圖層 因為直接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102 然後呢這邊叫 乾脆取個名稱吧 題目沒有講要怎麼名,我取菱形好了 OK 菱形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這張圖就不需要了,把它關掉 不用儲存,因為它只是暫時性的 那菱形的話呢就跑到這邊來了 但是它是菱形嗎? 不是,它是正方形 所以怎麼辦呢? 題目要我們做什麼呢? 把它旋轉45度 再縮小80% 複製總共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怎樣? Ctrl T 還記得吧 旋轉45度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45 然後 85 所以8% 記得把鎖鎖起來 輸入85 按打勾 零形一個出來了 第二個怎麼做 按右鍵 複製圖層 然後這個叫 零形2 按確定 可是你想說 零形2在哪裡 因為它疊在一起 移下來比較好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按右鍵 再複製圖層 零形3 在哪裡? 還是疊上去 所以再把它移下來 再按右鍵 再複製 這個零形 零形4 又疊在一起 所以 把它往下移動 好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然後呢 因為它的位置 對不對 好像太過去了一點 怎麼辦呢 搬移 不過特別注意 現在呢 你現在指的是這個 這個圖層 所以移動的話 只會移動它 其他不會移動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這四個一起選起來 Shift按住 按右鍵 最好把它連結在一起 因為其實他們就一個 不可能單獨行動的吧 一定都四個一起行動 所以你可以怎麼 連結起來 然後再移動它 這樣就可以移動了 不然你剛剛一移動 它只會最下面那個移動 再來怎麼樣 打字 打什麼呢 新年快樂 這幾個字 特別是新年快樂 字的大小 20 標凱體 有這些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 然後間距的話 440 水平縮放90 顏色的話是這一個 253 2080 OK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1 找到T T的話呢 預設是 水平的 請你把它改成垂直的 因為我要 打一個垂直的字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找一下 垂直的字 垂直的 第二個的話請記住喔 關鍵在這裡 改了這個 垂直的字之後的話呢 再去點選什麼 點選這個面板 關鍵在這裡 如果你找不到這個面板 後面應該做不出來 這個面板點一下 顏色 這個是20 先改20 標凱體 找一下標凱體 標凱體 20 那水平縮放是這一個 水平縮放90 然後還有什麼呢 間距440 顏色的話呢 是什麼呢 多少 2 235 然後再 253 208 所以這邊 253 208 208 0 OK就完成了 然後按確定 好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喔 記得喔 垂直這邊 這個面板叫出來 關鍵在這裡 1 2 3 4 5 5個地方喔 好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打一個什麼呢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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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完成了 然後打勾 這個時候字就上來對不對 接下來呢 你可以把這個A點掉 移動它 新年快樂有沒有 移到哪裡呢 移到 適當的位置 結果就完成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菱形可能我剛剛調整的時候太接近了 應該往下一點點 所以到時候這個菱形可以 把它解除那個 連結 然後再把它往下一點點 最後看到的結果 就會是 這樣子 OK有沒有 不過好像它有個粗體 我發現它字比較 所以你再加個粗體好了 好這裡的話呢 因為時間 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的話 剛好把這一題講完 來把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 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是 把那個 國旗國徽跟102做完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 今天的部分 我想再 再把它 記得繳交到雲端上 記得繳交到Polo上 OK 那這一題的話請各位再存檔 名稱就是102 OK 好 謝謝 謝謝